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 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在接到李高楼的消息之后 王爷跟胖子立刻就赶过来了 有些事情是该了结一下了 也就是王爷跟二都出现的时候 距离鲁斯酒吧 还有几条街的一辆黑色轿车里边 阿西接到了消息 他们已经来了 一切阿西都料到了 从二都第一次跟侯三说出 柳川属于他的时候 阿西就知道这一刻会来临 之前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应付 当初来到柳川市 一直到今天 他对于自己非常自信 可是他真正见识到王爷的实力之后 一个晚上都没合眼 那种危机感完全将他笼罩 正是如此 所以这几天的时间 他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无论如何 今天晚上一定要将这个麻烦彻底解决 通知马王爷 我们出发 将手里的烟头从窗口扔出去 阿西的手中再次出现了那把旋转的蝴蝶刀 那辆黑色的轿车随即朝着鲁斯酒吧快速驶来 后边跟着数十辆面包车 却说鲁斯酒吧的包厢之中 侯三从地上爬起来 脸上的巴掌印清晰可见 对方只有三个人 他这边数十人 但是他不敢动 王爷只是坐在那儿 就没人敢轻易动手 坐在沙发上 王爷面色如常 随口问了一句 阿西呢 点了点头 侯三完全没了先前嚣张的气势 西哥等会儿就到 那就行 我兄弟的话你们也听见了 别再来溜川了 滚吧 从小西痊愈的那一刻 王爷就已经决心留在这儿 那时候他只是想着 能跟二毒卧有口饭吃 毕竟带着小西已经漂泊了这么久 现在想要给小西一个安定的生活 但是经历了之前小西被抓的事情之后 他已经彻底想清楚了 有些事情啊 不是自己一厢情愿那么简单 你不打算招惹别人 别人却总想着要杀你 既然如此的话 那索性不如直接动手来得通话 侯三双拳紧握 却露出个笑容 邪哥 没必要这样吧 让你滚你就滚 哪来那么多废话 二毒的脾气最冲 尤其上次他被捅了一刀 他心里边可一直憋着这股邪活呢 说话的同时 他上去一脚把侯三又踹倒在地上 周围的打手还是没人感动 尤其是侯三自己啊 虽然眼底满是凶光 他却很好地隐藏起来 阿西很快就要来了 今天晚上对面这三个人一定得死 滚 如果我要是不滚呢 果然没等侯三爬起来 阿西就到了 整个包厢的气氛再度起了变化 尤其加上阿西身后黑压压的西装男 让一切变得紧张起来 西哥 包括侯三在内所有人都恭敬地喊了一声 阿西握着那把蝴蝶刀 就坐在了王爷跟李高楼的对面 阿西 你他妈装什么装啊 二读的字典里边可从来没有畏惧两个字 一张脸上写满了彪悍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阿西也抛开了所有的顾景 王爷 你信不信我可以杀了你 并没有在乎二读 他的眼睛啊 从进包厢的那一刻 一直盯着王爷 阿西非常清楚 一切的关键都在这个家伙身上 只要解决了他 李高楼跟二读根本算不上麻烦 对于阿西这个人呢 李高楼之前从生死簿上看到 如果他的机缘足够 很有可能会拥有破军的气云 所以啊 他也是保持着足够的警惕 突然就只觉着寒光一闪 阿西手中的那把蝴蝶刀 用不可思议的速度 朝王爷飞了过去 情急之下 李高楼下意识喊了一声小心 然而整个人好似动都没动 王爷已经接住了那把蝴蝶刀 这一幕让阿西的瞳孔萎缩 甚至出现了一丝恐惧 再一次他意识到自己对于王爷的估算是错误的 这家伙的实力已然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王爷单手攥紧那把蝴蝶刀 突然发力咔嚓一声 那把刀直接断成了两截 他却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最终啊 王爷用右手把那把蝴蝶刀完全捏成了一个铁球 砰的一声 一巴掌把这铁球拍在茶几上 王爷盯着阿西 也算是见识过太多大场面的阿西 此刻也觉着后背一阵发凉 在包厢里边的温度降到零点的时候 王爷的声音才响起来 如果你不滚出柳川 我会杀了你 也就是他这句话刚说完 三十公分厚的茶几 居然从正中间裂开了 侯三咽了口唾沫 两只手开始发抖 本来阿西这边将近百人 都是跃跃欲试 结果就这一下 却是屁胆子都没了 开玩笑 单手把刚制的蝴蝶刀捏成个铁团 然后一巴掌 将那茶几拍成两半 就这样的手 唠谁身上谁都受不了 终于阿西说话了 你很强 我心服口服 好似是尘埃落定之后的妥协 李高楼心里也松了口气 这个年纪的他 总是不太喜欢 太过于血腥的场面 如果阿西就这样选择离开的话 倒是省了很多麻烦 胖子给自己点了根烟 显得挺乐 然而谁都没想到 阿西突然间话锋一转 不过我不会离开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武力可以决定一切 我赢不了你 不代表没人能赢得了你 他的话让李高楼跟二毒都是眉头一皱 王爷倒是没什么反应 只是等待阿西的下文 眼中闪过一丝笑意 阿西坦然的说 马王爷就快到了 李高楼一头雾水 但是他却看得清楚 身边的王爷跟二毒脸色都起了变化 这就真的是足够惊骇了 跟王爷认识一直到现在 李高楼从来没见过 他会露出这样的表情来 这种表情怎么形容呢 虽然说不上怕 但是明显是意外和凝重 那阿西口中的马王爷到底是什么人呢 二毒把嘴里叼着的烟拿了下来 直勾勾的盯着阿西问 东海的马王爷 你觉得呢 还有第二个马王爷 阿西的笑意越发明显 甚至是得意 没错 这三天的时间 他利用了自己曾经的一点机缘 做出巨大牺牲 才请来了马王爷 在东海市有这么一句话 只有要死的人 才会知道马王爷头上 有几只眼 要知道那可是东海市 真正的龙蛇混杂 高手如云的地方 可不是柳川市这种弹丸之地 能够相提并论 而马王爷能够拥有这样的名头 就足以说明他的实力 究竟有多强悍 此刻已经没时间去想 为什么这么牛叉的人物会来到柳川 又跟阿西扯上关系 如果阿西没说谎的话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 王爷他们该怎么办 王爷沉默着 二读也沉默着 李高楼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这两个人都在犹豫 就是在这种沉默中 包厢的外边响起脚步声 甚至于整个鲁斯酒吧 完全安静 就只剩下那个脚步声 所有的人闪到两边 一个大胡子就这么走进来了 那起码得一米九的身高 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装 衣领豁开 强大的气势让人胆气 阿西第一时间站起身来 恭恭敬敬 马王爷 您来了 他现在全部希望都在这大胡子身上 更何况稍微有点能耐的人 都会知道马王爷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淡淡的看了一眼阿西 马王爷直接转向了王爷跟二毒 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 自己从柳川滚蛋 不然你们的尸体 扔进江里边喂鱼 就这一句话 他说的毫不犹豫 甚至有点轻描淡写的意思 但是所有人都有种错觉 只要他说了这句话 没人敢反对 二毒眼中闪过了一丝狠力 如果要他们兄弟就这么滚出去 那还不如杀了他 砰的一声 直接将手中的杯子摔在桌上 他盯着眼前这位马王爷 不过王爷的速度更快 眼看着二毒就要动手 他抢先一步把二毒拉到了身后 所有人都在想着 王爷会做出什么决定 是打算拼命啊 还是退缩 马王爷的表情很平静 完全没把这点事放眼里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李高楼莫名其妙的声音在一旁响起 岳父大人 他那双无比惊讶的眼睛 赫然是盯着眼前的马王爷 他那双无比